省委常委周连青昨天主持召开 群团组织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 研究群团组织落实中央巡视整改任务和省委整改方案 部署推进巡视整改工作 周连青要求各群团组织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四个意识的试今时 以对党绝对忠诚的态度把巡视整改落实到位 要结合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扎实开展大学习大宣讲大研究 牢牢把握群团组织意识形态领导权 确保新思想在群团组织落底生根 要加强对巡视整改的组织领导 把整改落实和标本监制有机结合起来 做到系统改全面改彻底改